去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 首先,我認為夏靖雲法官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法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2014年的時候 曾經就過高鐵超資研誤 也領導過一個特別獨立的專家小組 而當時他是做主席,再加兩名海外專家 這就是他曾經在裏面已經說過 無論是政府還是港鐵 可以說是出了很多的問題 他亦都給了很多建議 但當中我們見到這些問題是重複發生 我相信對夏靖雲法官 如果有這些基本了解的話 他一定是會方便到他去處理這次 亦都出現同樣出自超資研誤 但是這次可能的情況還涉及一個工程的造假事件 這個應該對他來說是一個頗充分的背景資料 應該可以協助到他在六個月之內去處理這件事件 或者交報告 當然我自己覺得六個月其實是一個頗緊湊的時間 但是亦都明白因為大家公眾相當關注 因為就著這個報告 其實他成立是五月 報告就十二月交到真正公開的時候 已經去到2015年的一月 所以連這個報告都要用七個月的話 這次用六個月其實都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 我們都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是需要多一名的成員 因為過去近期無論是2007年的教院風波 跟著亦都有藍鴉海難或者是沿水 這些都是根據香港法例 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 而當中都是由法官理道 但是都是有另外的一名成員 都可以協助到法官 那當然到最後是怎樣去決定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特首 暑時之間未必找到一個可以很獨立的 然後對工程甚至建築 是有充分背景的人士可以加上成員 但是我在這裡要重申 如果以特首現在現時的那個權力的話 或者要求這個調查委員會所調查的範圍 我覺得是不足的 因為接二連三這樣發生一些懷疑 是不跟規矩不合乎 甚至是圖則的工程項目 當然是充分反映了港鐵和政府 本身在監察上面出現了重大的問題 但是整條鐵路 特首就說如果紅磡站不安全的話就不會通車 我覺得有任何一個站 整條鐵路有任何一個地方不安全的都不應該通車 公眾的安全是不能夠被犧牲的 而且用了這麼多公共的公帑 去建一個這麼重要 而是將來運作這麼長的鐵路項目 是不應該漠視其他有可能出現問題的狀況 所以當然第一有傳照功能的有傳照法定能力的 當然是有牙老虎 但是如果特首是沒有必要地限制有法定權力的調查委員會 一個調查範圍的話 我覺得反而是對公眾不公的 所以難得現在夏靖民法官可以做委員會 我希望特首可以 因為根據條例 特首可以給一些指示 是說一些不需要調查的範圍 而我希望它在列出不需要調查範圍之中 我希望它可以謹慎一些或者寬鬆一些 因為對夏靖民法官有這麼充分的法律知識 以及對港鐵和政府架構有這麼深了解的背景的法官 用來做調查委員會 所以其實對香港 現在這次可能出現系統性工程上面的問題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去糾正 甚至是去改善 所以我很希望特首在它給這個調查範圍的時候 可以寬鬆處理 特別是就著現在多番出現言誤的 或者應該說出現問題的工程項目當中 是應該可以去檢視的 希望不要落一些不必要的規範 令到有牙老虎綁手綁腳 那你是不是覺得應該查整個沙中線的工程 不是在航空站一個地方呢 如果要查整個沙中線 當然我自己覺得如果範圍大了的話 夏靖民法官可能需要一些協助的 當然第一就可以加成員 第二根據法例 他也可以有一些調查員 調查員是包括去到一些地方去看 去檢視一些文件等等 當然政府也可以指派有秘書 還有法律顧問 所以我覺得政府 我都有想過是否可以分階段交報告 例如是甚麼呢 就著這個沙中線的紅磡站 可能是比較在短時間之內交 但是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大範圍的調查 整個沙中線 因為都是會出現超之延誤 如果是發現了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是否值得再做深入的調查呢 或者甚至需要一個更加長的調查時間 我希望特首在這裡可以有一些彈性去處理 因為任何一個站出現問題 任何一個部分出現安全的問題的話 都是不應該通車的 現在我們知道已經有延誤 但是市民的安全是不能夠被犧牲 所以我很希望特首在這個位置要暂私 因為做86的調查 其實是因為有 法例都寫明是因為有重大的公眾利益 應該說是有公眾利益 而今次可以說是非常重大的公眾利益 我希望特首可以在這個調查範圍那裡想清楚 希望亦都可以照顧到 甚至處理了這些可能出現系統性問題的情況 很多日政府是否反應太慢 即隔了那麼久才成立 剛才林鄭就說她覺得比南灣海冷和氣溫水事件 其實已經快了 那你覺得是否真的快了 其實我覺得政府一直的反應可以說是令人詫異的 尤其是如果大家還記得新聞出現當一日 陳凡局長說的就是糾正了已經是非常負責任了 這些反應可以說是發展到今天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我看到可能今次反應快了 因為不同黨派的議員都很關注這件事件 而且都是支持成立一個有法定效力的調查委員會 所以可能令到這件事加速 當然如果再等其他意外再連爆的話 我想市民是接受不了的 但我覺得特首如果這些位置都要跌落地拿回炸沙的話 我就真的覺得真是不好意思 你應該更早出來 是答應成立一個有法律效力的調查委員會 這樣才可以回應公眾的疑問 馬時亨的表現是怎樣的 或者有沒有經歷呼籲他 因為他之前都說OK的 但現在發生到接二第三 其實馬時亨主席 今年年尾三年印期就會滿 我在上個星期都說 其實我覺得政府是不適宜再跟他續任 因為其實我只是看得到 在他2016年1月1日上任 到現在港鐵的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變成獨立王國的獨立文化 似乎是有變本加厲的狀況 特別是說我說OK就OK的那一役 我想相信對所有市民來說 亦都覺得很震驚 特別是之後連環爆出港鐵工程出現 在他都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出現了問題 而這些系統性問題 其實在2014年夏靖民法官領導的獨立專家小組 報告裡面已經指出了 曾經說過他們的文化出現問題 但是不但沒有去處理 現在是變本加厲 所以既然他這麼忙 還有這麼多的董事可以做的話 所以就不要妨礙 我覺得可能他應該令規高 或者是可以讓一些更適合的人 去做港鐵主席 對方的問題 對方的問題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can respond more effectively and timely. And regarding Mr. Fred Ma, I don't think he is in fact a proper person to be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fter this year-end. 我认为他非常忙碌 特别我认为他不能控制 MTRC的方式 以一个更容易的方式 我认为他会有其他更合适的方式